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永樂老師 之前的幾期節目我們一直在講狹義相對論 那今天我們做一個總結 來講一下廣義相對論的基本原理 這個問題非常的複雜 我們只能挑一些比較簡單易懂的給大家來簡單說一說 那麼我們首先來講一下等效原理 在牛頓力學裏面 把人受到重力的原因歸結為地球對人的引力 那麽愛因斯坦一直在想狹義相對論裏面 並沒有談及到引力這件事 如何能夠把引力也歸結到自己的理論之中 他想這麽一個問題 於是他提出了等效原理 咱們看什麽叫等效原理 我們首先舉一個簡單例子 說有一個人他站在一個電梯之中 那麽這個人就會受到地球的吸引力重力 同時他為了靜止不動 他有可能地面就要給他一個支持力N 假如說這個人是靜止不動的 這個人是靜止不動的 而且受到地球的吸引力 那麽這兩個力就應該是相等的 結果我們發現不知道因爲什麽原因 這個支持力變大了 他就想說這個支持力變大有什麽可能 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就是如果支持力變大了 有這麽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就是說這個人和電梯還是靜止不動的 但是因爲什麽 也不知道因爲什麽原因 反正地球質量突然變大了 所以眼力或者說重力Mg變大了 眼力如果變大了的話 那麽你這個支持力也就變大了 支持力也就變大了 這是第一種可能 那麽第二種可能 眼力是沒有變大的 但是這個電梯正在加速上升 就好比說我們坐在電梯壓按鈕 電梯開始往上升了 這個時候我們也會感覺到支持力變大了 爲什麽 因爲牛頓第二定律 如果你加速上升 向上的力必須大於向下的力 所以支持力就會變得比重力大 所以第二種可能是加速上升 如果你加速上升了 也會造成支持力變大 愛因斯坦就想說其實你在電梯裏面 你根本就不清楚 到底是地球的引力變大了 還是這個電梯是加速上升的 所以這二者是什麽的 是等效的 是等效的 這個人其實沒有辦法區分 到底是電梯加速上升 還是地球的引力變大 那麽人說 那愛因斯坦說既然不能區分 我們乾脆就認為這兩個玩意本身就是一回事 因此等效原理到底說的是什麽呢 就說的是 恒星它的引力與這個系統的加速度是等效的 與加速度是等效的 這就是所謂的等效原理 如果你感覺到自己受到一個向下的引力 它有可能是因為恒星有引力 也可能是由於你有加速度造成的 這樣一來 它就把引力和加速度這兩個概念給等同起來了 於是在廣義相對論裏面其實就不存在引力這個概念了 這個引力和加速度本身是一回事 就這麽一個事 像這塊的等效就是一個向下的引力 和一個向上的加速度等效 是吧 這就是廣義相對論的基本原理 那麽我們利用這種等效原理就可以解釋 光線為什麽會發生彎曲 光線為什麽會彎曲 我們知道光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東西 你要是用引力的觀念 說這個光也會受到引力 這事好像不太靠譜 但是愛因斯坦就說 光線在遇到一個質量比較大的星球的時候 它也會發生彎曲 這個為什麽 這是因為吧 你看 說假如我們這裏有壹個電梯 然後有壹個光在運動過來 電梯如果是靜止狀態 沒有加速度的 光從A點射入 就會從B點射出 A和B在電梯看來是同壹個高度的 這就是壹個正常的情況 但是假如在光線照射過來的時候 電梯正在加速上升 這就不壹樣了 電梯加速上升時 光線過來的時候 它相對於地面還是直線的 但是因為電梯往上升 所以這個光線相對於電梯 其實它往下彎了 對吧 它往下彎了 最後入射的點和出射的點它就不壹樣了 這是加速上升的情況 那麽愛因斯坦說 加速上升的情況和這個受到向下的引力是壹樣的 所以我們還可以這麽想 如果地球有壹個引力 而且引力是向下的 那麽光線從這個點入射過來之後 它就會也會往下彎 打到了什麽點 打到了B點 這樣壹來二者就等效了 那妳看 加速上升時光線會往下彎 相對於電梯 對吧 同樣道理 有引力的時候光線也應該往下彎 這就是所謂的光線受到引力作用 也會發生彎曲 那麽這個現象已經被人們觀測到了 就是人們發現在日時的時候 這是太陽 日時的時候有壹個恆星從太陽後面發出光來 正常的想法是在太陽附近它還是會直著走 這是經典的觀點 我們認為光是不會受到引力的作用的 但是按照相對論的觀點 光線會受到太陽的引力而發生彎曲 這就是廣義相對論預言的結果 人們去觀測發現果然是這樣 這個光線經過太陽的時候 會受到太陽的引力作用而發生彎曲 就這麽壹個特點 但是這個彎曲的程度並不大 比如說在地面上 在地面上如果壹個光線傳播3000公里 在地球的引力作用下 它只能下降0.5毫米 所以這個效應非常弱 因為地球引力小 妳在太陽上看可能引力就會大壹些 這是光線彎曲 那麽下面咱們再來談壹下 引力時鐘變慢 引力時鐘變慢 我們在講狹義相對論的時候說過 運動的物體時鐘會變慢 也就是説它的視數會比較小 那麽廣義相對論不是因為這個物體運動而時鐘發生變化 R是由於引力場或者說是視場造成的 視場 我們看假如這裏有壹個質量非常大的天體 在大天體旁邊無限遠處 無限遠處有壹個1這個點 對壹個事情進行測量 它的時鐘事數是T1 那麽在比較近的位置 距離R的位置 這是有限遠 在有限遠的地方 它會有壹個2點 這個2點測量壹件事 時鐘是T2 根據廣義相對論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壹個方程 叫T2等於T1 ×√2G大M除以C方R 這公式咱們也別管它怎麽推出來的 反正結論就是這樣 T1是無限遠處的時鐘事數 T2是有限遠處時鐘事數 G是萬有引力常數 大M是質量 C是光速 R是距離 通過這件事我們就可以發現幾個特點了 首先第壹個特點 這個數它必須小於1 否則根號底下就沒有意義了 這個數要相小於1的話 R必須得稍微大壹些 如果R大於C方除以2G大M的話 那麽這個數根號下就是壹個正數 T2還是可以求出來 但是T2這個數是比T1小的 T2會小於T1 T2小於T1 什麽意思 就是同樣壹件事妳放在這個鐘妳放在這塊的時候 它就變化的比較慢 它有比如說經過了壹分鐘 它這可能已經經過壹年了 對吧 我們以前有部電影《星際穿越》大概說的就這意思 幾個人跑到這個星球上離黑洞比較近 結果它的這個時鐘變得非常慢 幾個小時之後外邊的世界已經過了20多年了 對吧 所以這個時鐘會有變化 我們通過這件事也可以解釋所謂的引力洪移和藍移現象 引力洪移還有藍移現象 什麽意思呢 我們把這個T看作是光子震盪周期 所以妳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周期就會比較小 事數會比較小 這本周期比較大 所以頻率上講F2會大於F1 也就是說假如這個光子從無限遠處跑到有限遠處 這個頻率會變大 頻率會變大叫什麽移 叫藍移 往近處移動叫藍移 那麽如果妳這個光子從有限遠處跑到無限遠處 它頻率就會減小 頻率是周期倒數 頻率周期倒數 這會減小 減小就是紅移 頻率減小了就是紅移 所以這個光往外走的時候妳會發現它會有這個紅移現象 好了 再往下 第二個 如果這個R比較小 妳靠近這個大質量的天體 R正好等於C方除以2G大M R正好等於這個數 那這個時候會出現什麽效果 這個時候妳會發現T2得0 那T2得0時間怎麽了 時間就凝固了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以前我們所謂的史瓦西半徑 就是到了這個時候妳已經到了黑洞的邊界了 如果妳再往裏走的話 妳就再也出不來了 而妳到了這個邊界的時候 妳自己感覺時間是比較正常 但別人看妳 妳的時間已經凝固了 他就認為妳就壹直到這個 妳最多只能到這個位置 再往前走不了了 因為妳時間凝固了 第三個情況就是R如果比C方除以2G大M還要小 這個時候妳會發現這根號下它是個負數 根號下是個負數 這個T2就變虛數了 時間的意義就已經發生了很奇怪的變化了 變成一個虛數了 那怎麽去解釋 人們現在對黑洞裏邊的世界還不是很清楚 所以這就已經相當於是進了黑洞了 我們就不是很清楚裏邊到底發生了些什麽事 而且這個人再也出不來了 所以所謂黑洞宇宙學很多時候都是通過廣義相對論得到的 廣義相對論和牛頓力學我們也可以做一個類比 比如說在牛頓力學裏面一個物體在不受力的情況下 會做匀速直線運動 但在廣義相對論裏面一個物體在不受力的情況下 它就會沿著所謂側地線運動 而這個側地線不是空間直線 而是一種時空直線 所以這件事跟牛頓定律可能稍微有點差別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在西瓜視頻和YouTube帳號劉諾老師裏關注我